哈喽 大家好 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今天呢 咱们换一个场景啊 搬到书房来录啊 上集咱们讲三角洲啊 收到了不少观众的鼓励和支持 但是呢 也出现了一些小的错误啊 我其实我这就这样啊 也发现了错误 要是不改呢 我会扔刺脑 所以说 咱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先纠正一下上集里面出现的一些小的错误啊 第一个错误呢 就是关于这个Sawson这个小镇的发音啊 我上集发音叫做Sawson 但是呢 有好几个朋友啊 就纠正我啊 说本地大部分的人呢 都管这个城市叫做Tawson 或者是Tawson啊 但是这个呢 也不能算是我读错了 因为我查了一下 确实有两种读音呢 很多很多年之前呢 一些比较老的居民 当然现在也有一小部分的白人了 他们愿意发称Sawson 但是近十多年来呢 大部分的本地人以及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呢 都已经约定俗成的发称Tawson了 所以说你看 其实本地人也是分成两派的 但是呢 我决定叛变的 咱们也随大溜啊 以后我也念Tawson啊 第二个关于三角洲的这个俄乌呢 就是关于这个三角洲的交通问题啊 我上级不是说 南三角洲没有公交吗 哎 这个闹笑话了 其实人家南三角洲呢 也有公交车 而且还有不少呢 住在这个南三角洲的居民们呢 坐公交去那个列治文的天车站呢 换乘还是挺方便的 所以说 这确实是我说错了啊 所以说在这日欠呢 不过也不影响什么了 我说没有人家有呢 锦上添花也不耽误您事嘛 就怕说我说有人家没有 这就耽误事了啊 另外呢 还有第三个额误啊 就是严格来说这算是争议啊 我不是说这个Tawson这个房价呢 大致上跟这个列治文跟本拿比是差不多啊 就观众纠正我说呢 说Tawson这块的房价呢 还是要比这个列治文低不少啊 除非地更大 或者说是房子更新 哎 这价格才有可能跟列治文持平啊 感谢这位朋友啊 哎 说的太棒了啊 但是呢 您知道了 这个观点目前我确实也没有办法核实啊 因为这个不同的资料报告呢 不同的地产经济呢 给出的数字不太一致啊 所以说这个咱们就存疑啊 啊 另外呢 提到Tawson这房价呢 我还想增加一个一个一个支持点啊 就是关于在Tawson这个地方买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点 大家都知道了 对于一个加拿大的非本地居民啊 就是说你没有枫叶卡 你也不是加拿大公民 你要是在安日省和BC省的特定城市和地区呢 你买房子的时候呢 你需要缴纳一个外国人买家税啊 就是那个NRST啊 Non-Resident Speculation Tax啊 目前这个税率是20%啊 就是说 本地居民买房是100万的房子呢 你外国人需要花120万来买啊 那有人会问了 呃 BC省和安省到底哪些特定的城市和地区被这个NRST覆盖呢 这么说吧 在安省和BC省啊 凡是热门的城市和地区 基本上都在这个NRST的覆盖范围之内啊 你看安省现在全省都是实行这个外国人买家税啊 BC省虽说不是全省了 但是呢 基本上热门地区都被覆盖上了 比如说大温地区基本上就是全境覆盖啊 重点来了 只有Tawson 在Tawson这块呢 在他们原住民保留地内的这些房子呢 目前是BC省唯一豁免NRST的啊 不过呢 您先别高兴太早啊 只是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内的房子 这个Tawson社区呢 其实还有很多房子在这个保留地之外啊 因此说呢 作为一个海外买家啊 您到Tawson买房子之前呢 最好先打听清楚了 您要买的这个房子到底是在原住民保留地内还是外面啊 有人说 这要是买到了原住民保留地内的房子啊 豁免了NRST 那不是赚到了吗 您注意啊 这里有个问题啊 这些豁免了NRST的在原住民保留地之内的房子呢 它不是永久产权 它只有99年的产权 就是说呀 政府只出租这些地 不卖地 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目的只有一个 其实就是加拿大政府啊 对这个原住民的保护政策 估计有这个海外买家听了之后泄气了 庄严 你庄严 你不对啊 之前说的这么热闹 又豁免NRST啊 闹了半天 这不是永久产权呢 那我不买了啊 OK 说到这呢 我还得夸夸您呢 你傻呀 不是永久产权就不买了 对于这些海外买家来说 尤其是一些从大陆来的 你看 国内那种70年产权的房子 你不是该买照样买吗 这是99年的产权 你就在乎了 你说这个99年的产权跟永久产权有什么区别啊 难道你还真能在这住99年吗 你可别忘了 这的原住民的保留地基本上都是衣衫傍水 环境那是超好啊 所以说它的交易量也是很活跃啊 虽说是99年产权 一点也不耽误它升值啊 回头 回头你要是不想住了 你卖了就是吧 所以说基本上不差什么 不过我也不是地产中介了 我说的话其实就是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大主意呢 您自己拿啊 OK 关于上级的三角洲的这个一些查疑不漏 咱们就说到这啊 你看 其实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啊 你看我的这个杂谈节目呢 其实有不少地方呢 我自己都没去过 所以说你可以通过查资料 信息搜集 确实可以获取大部分的知识 但是可能还是会遗漏一些 需要通过实地考察才能够获取的那种比较接近气的知识 这个你确实怎么说呢 改不了啊 没办法 一天到晚的工作太忙了 你看我也不能辞职去搞一个全职旅游嘛 所以说呢 要怪就怪我们老板啊 你看他一天到晚的 哭着喊着的求我干活啊 真烦人 OK 下面呢 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证文呢 咱们今天讲一下大温地区下面的另外一个城市 New Westminster 你看咱们前面讲这个大温城市系列呢 讲了不少了 你想什么 温哥华呀 本拿笔呀 劣志文呢 苏里高桂林 高桂林港 穆迪港 还有什么啊 西温北温 是吧 蓝里 手指头不够用了 还有一个三角洲嘛 是吧 你看 11个了 今天呢 咱们再讲一个New Westminster 说完它呢 基本上咱们这个大温城市系列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是不是说大温地区就这么12个城市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城镇呢 但是相比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说咱们是抓大放小 咱们就略过 OK New Westminster 啊 它的位置呢 在这啊 这个New Westminster 这个英文名字有点长啊 念起来舌头估计有点打架 不过呢 您可以用别的名字 因为这个城市的名字好多呀 光这个英文名字就有不少 你看那New Westminster 这个是正式的名字 还有一个简称叫做New West 这个不少本地的西人呢 喜欢这么叫啊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官方绰号啊 叫做The Royal City 皇家之城 另外呢 在历史上 它还有一个没有被启用的名字啊 叫做Queensboro啊 这是英文 那还有中文名字呢 也是好几个呀 新威斯米斯特 新威敏 新西敏 目前咱们中文媒体管它叫新西敏的比较多 所以说咱们也以后叫新西敏了啊 不过呢 它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啊 有不少本地华人都知道啊 这个名字呢 你打死我二舅 我都想不到啊 为什么打死二舅啊 因为我没二舅嘛 这不得对人嘛 什么中文名字呢 二步 二就是一二的二啊 步就是码头的意思啊 你看咱们中国的安徽不是有一个城市吗 叫做蹦步嘛 就是那个步啊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咱们华人要管New Westminster 叫做二步呢 这个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啊 你知道了 咱们华人啊 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移民北美西海岸了 后来呢 英国人在1849年 在这个北美西海岸成立的第一个正式的英属北美殖民地 就是那个温哥华岛殖民地啊 首府呢 就设在维多利亚嘛 这个维多利亚它不就是一个码头吗 于是呢 很多华人呢 就乌泱乌泱的来到了这个维多利亚讨生活啊 后来这个维多利亚发展是越来越迅速啊 于是呢 咱们华人就管维多利亚这个大码头呢 叫做大头 大步啊 今天这个嘴有点不给力啊 管维多利亚这个大码头 叫做大步 意思就是最大的码头 后来呢 在这个1858年 又冒出来一个新的BC殖民地 首都呢 就设在这个New Westminster 就是新西民嘛 又出现一个新首都 而且也是一个码头 只不过呢 这个码头不是靠海的 它是Fresa River旁边的一个河港的码头啊 但是你甭管它是河港呢 还是海港啊 人家也是码头 而且也是殖民地首都嘛 所以说发展的特别迅速嘛 于是呢 又吸引了很多咱们的同胞到这儿来发财 于是呢 这儿呢 就被称为二码头嘛 二头 我疯了吧 二码头 二部啊 所以说呢 这个维多利亚呢 是大步 这个新西民呢 它就是二部啊 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 不过咱们前面一说这个名字的典故呢 估计您看出来了 新西民这个城市呢 它是很有历史的 我讲历史的是强项啊 不过在说历史之前呢 还是老规矩啊 咱们先说一下 新西民的人口 以及这个族裔构成啊 咱们就根据2021年的人口统计啊 现在新西民这个城市呢 它的人口是七万八千多人 将近七万九啊 而且这里的少数族裔呢 也有不少啊 咱们这个少数族裔分布咱们只有2016年的数据啊 差不多啊 在新西民 少数族裔占比达到了38.9% 而且呢 这里的华人呢 它是第一大少数族群 华人占比达到10% 排第一啊 印度人呢 就是南亚裔啊 他排第二啊 他们的占比是8.3% 排第三的是菲律宾裔啊 8.2% 跟印度人差不多啊 所以说这个城市总体来说还是很多元化的 而且新西民这个城市呢 它说普通话的华人要多于说粤语的啊 4.4% 比3.1%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啊 早先来的老华人们 它不太追捧这个城市 而后期来的这些新华人呢 搬到这比比较多啊 这一点就跟咱们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城市啊 就是那个BC省第六大城市高桂林 还比较像啊 说普通话的华人要多于说粤语的华人啊 那问题来了 这些老华人们为什么不太追捧新西民这个城市呢 您看呢 之前二步二步的交的挺亲的嘛 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嫌弃它了呢 而且你看这个新西民这个城市的房价啊 这个城市呢 它是加拿大西海岸呢 第二个建立起来的大城市 又是第一版的这个BC殖民地的首都 这妥妥的属于历史名城啊 而且在大温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又特别好 你看 它被那个列治文本拿比 高桂林 宿里和三角洲 这五个城市夹在正中间 又紧靠着Freder River 交通可以说是非常便利啊 又是船运 又是铁路 又是码头的 天车呢 也通到这 你看 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嘛 哎 反过来呢 咱们再看一看它的房价啊 这个呢 就是ZOLO网站上面的这个新西民的房价走势啊 咱们也不用看历史数据啊 因为这个历史数据太难看了 咱们就看最新的数据啊 2022年6月 够新的吧 咱们看一下这个城市的房屋平均价 以及房屋的中位数价格 你看 新西民在大温地区19个城市中 排名第19啊 垫底啊 咱们再看这个啊 这是最近一年房价中位数走势图 这个绿色的实线 它就是新西民 而上面这个绿色的虚线呢 就是比新西民高那么一大截的啊 那个什么呀 那个就是大温地区整个地区的房价中位数走势图 所以说您看呢 新西民这的房子呢 虽说也不便宜了 但是比起大温的其他地区 这可负担性也太好了点吧 哎 这怎么回事啊 您看前面呢 我把这个新西民说的是千好万好的 什么交通方便 四通八达的 可是呢 房价可不会说谎啊 为什么这个地区大温地区核心位置的历史名城 怎么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呢 这个就不得不提它这个城市之前的黑历史了 又要讲历史了 爽啊 我的强项 不过呢 也有人不爱听啊 所以说呢 为了防止你们打瞌睡呢 这次我尽量讲短点啊 咱们之前讲过啊 在1849年 英国呢 建立起英属北美西部的第一个殖民地 温哥华岛殖民地 总督就是那个温哥华岛殖民地的创始人 HBC的高层詹姆斯道格拉斯 他是1851年之后开始上任的 后来呢 到了1858年 在那个背后的大陆上面 就是这个Fraser River河谷那一带呢 因为兴起了淘金热嘛 于是英国又建立起了第二个殖民地啊 它的名字就是英属哥伦比亚殖民地 谁当这个总督呢 英国就让这个旁边温哥华岛殖民地的总督 詹姆斯道格拉斯 你呢 辞去HBC的职务 同时兼任BC殖民地的总督 于是呢 在1858年的11月 这个詹姆斯道格拉斯呢 就辞去HBC职务 在这个兰里堡啊 宣誓就职 成为响当当的这个双殖民地总督啊 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啊 这前面这些知识咱们讲了无数遍了 不过呢 英国人对让道格拉斯来管BC殖民地 其实有点怀疑啊 因为你看之前他管的这个温哥华岛殖民地 运其说是殖民地 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小小的定居点啊 维多利亚堡嘛 就那么巴掌大点地方 除了那儿呢 其余的地方呢 都是荒无人烟呢 而且这个温哥华岛上呢 他这个岛上人口啊 就从来没有超过150人过 而且这些人都是他们HBC内部的人嘛 所以说你看 英国高层就对道格拉斯这个能力呢 就觉得不靠谱啊 而且道格拉斯一个HBC的高层出身 虽说是高层了 但是在英国政府的眼里呢 高层你个毛线呢 你其实就是一介平民呢 英国社会 那个等级制度 您知道了 等级非常森严呢 英国人他是讲究家世血统的 尤其是做官啊 你特别讲究身份 你是不是贵族 非常重要 所以说 把两个殖民地同时交给一个平民 而且让他一个人管两个殖民地 他有这能力嘛 就算有 算忙得过来嘛 所以说呢 于是在1858年的12月份呢 就在这个道格拉斯走马上任之后的一个月 英国政府呢 就又派了一个贵族 担任新的这个BC殖民地的副总督 他的名字呢 叫做Richard Clement Moody 理查德克莱门特穆迪 专门呢 就负责这个新殖民地的实际的建设工作呀 你比如说什么军队配置啊 城市建设呀 战略规划呀 人口和经济的布局啊 都交给穆迪啊 估计啊 这是我猜的啊 英国当局大概是想让这个穆迪呢 你先来熟悉一下当地的环境啊 之后呢 把这个道格拉斯呢 就给替换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穆迪年轻啊 他比道格拉斯小十岁呢 所以说我猜这个穆迪大概也明白这里面的猫腻啊 他在建设这个新殖民地的这块特别卖力气啊 不过不得不说嘛 人家穆迪可不光是凭着上面有人啊 人家穆迪本人确实特别有才 特别聪明 你看他在这个工程啊 建筑 音乐啊 科学和艺术方面呢 都颇有造诣嘛 所以说各方面确实都比那个老头道格拉斯呢 强一大截啊 你看咱们今天讲的这个New Westminster啊 就是人家穆迪在1860年建成的 而且这个地方选的太好了 他仅靠着Fresa River 扼守着这个河的这个咽喉地带啊 另外呢 穆迪还顺便呢 在这个东北方向建成了一个 能够出海的这么一个穆迪港啊 给这个新首都New Westminster呢 在防卫上面增加了一个这个双保险呢 所以说这个穆迪其实这个人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啊 新首都一建成之后呢 于是呢 这个道格拉斯领衔的这个总督班子呢 就开开心心的 从他们这个临时的办公地点 就是蓝里堡嘛 就搬到这个新首都上班来了 新首都有了那取个什么名字呢 穆迪呢 他就上报给英国政府的名字啊 是这个Queensboro啊 意思就是说 女王的辖区 这么一个意思啊 结果呢 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听到这个名字呢 不太喜欢呢 你们这帮人怎么一点创意都没有呢 怎么什么都带个queen呢 queen这个queen那个呢 是吧 让朕多不好意思啊 爱卿呢 你们要有点创意啊 这样吧 朕呢 给你们想个名字 就叫New Westminster吧 新威斯敏斯特呀 估计呢 这个威斯敏斯特 您知道了 这是个地名嘛 狭义上它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地区的名字 但是呢 它广义上用的特别多 咱们之前讲过呀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嘛 也翻译成西敏斯教堂嘛 这个教堂是英国君主们进行这个嘉敏典礼和以及结婚大典的这个传统场所 还有啊 西敏斯旁边啊 就是这个泰晤士河北岸的这个议会大厦 那个议会大厦的正式名字就是威斯敏斯特宫啊 Palace of Westminster 因此说您看威斯敏斯特这个词呢 它代表着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 所以说现在这个新西敏这个城市 它还有另外一个官方的绰号嘛 叫做The Royal City 皇家之城 就是这么来的啊 皇家都来给你这个新首都背书了 所以说具有非常高的那个 这个形容词就是在A格和C格之间那个词啊 这女王给起了一个新名字啊 New Westminster 一发到穆迪这儿呢 这穆迪看一哆嗦呀 哎哟啊 New Westminster 好是好 就是有点长啊 这让我们华人朋友们怎么念呢 旁边华人朋友们就撇撇嘴啊 老穆啊 您呢甭操心了 我们呢管他叫做二部啊 老穆你怎么掉凳了 报告长官 我们掉凳了 虽然这个英国王室啊 给了这个鸟不拉屎的这个BC的新首都呢 一个这么好 这么拉风的名字 可以说是际遇厚望啊 但是后来呢 它的发展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啊 它先是遇到了人口外流的问题啊 你看这个新首都它刚建好不久呢 这个Freder River的河谷这一带呢 这个金子就给挖没了啊 就是淘金的人呢 就都散了啊 这的人气就越来越低啊 后来不得不开始调整产业政策啊 你看不挖金子 咱们就搞什么呀 搞农业和渔业嘛 这是一个事儿啊 后来呢 又出事儿了 什么呀 这个郑总督和副总督啊 就是这个道格拉斯和穆迪呢 这二位呢 关系不和呀 可以说是八字相克呀 一天到晚的明争暗斗啊 这道格拉斯呢 就觉得这个穆迪啊 这个办事啊 你不就是个贵族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一天到晚这个头抬得高高的不再看到的 你就是分明不把我道格拉斯放在眼里嘛 干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啊 穆迪这边呢 他也觉得委屈啊 就觉得道格拉斯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啊 你看你一天到晚拉这个臭脸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嫉妒我啊 不至于总这么以老卖老吧 对不对 做什么事都不配合 一天到晚跟我吵架 于是呢 你看这二位 一天到晚是别别妞妞叽叽歪歪的呀 伴随着这个两个高层之间的这个斗争呢 这个下面的老百姓呢 其实也是也是站队啊 也是两条心 新西敏这边的老百姓呢 就跟穆迪的感情比较好啊 而维多利亚那边老百姓呢 感情上对道格拉斯的觉得更亲一些 所以说你看这个BC殖民地和温哥华岛殖民地呢 这块的人呢 静内耗了啊 他拧不成一股绳啊 基本上什么事都干不成 最后呢 这个道格拉斯呢 就愣是把这个穆迪给挤走了啊 穆迪他是在1863年7月离开的 又在这个新首都New Westminster建成三年之后离开的 其实说挤走也不对啊 实际上是穆迪让了一步啊 穆迪心就想啊 你说我们一家贵族啊 一家王侯满门中烈 而且我还比你年轻十岁 我到哪儿不混个一把手当一当啊 何苦在你道格拉斯手下生着闷气呢 你道格拉斯 你要是离开的北美 你除了退休你能去哪儿啊 算了 毕竟是共事一场嘛 我让一步吧 后来呢 人家穆迪回到英国去了一家皇家海军造船厂 就当指挥官去了 所以说一点不耽误人家当官嘛 可是这道格拉斯呢 因为穆迪这事儿嘛 他呢 在英国政府那边呢 把这个人员呢也都给得罪光了 一年之后啊 就是1864年 他呢也退休了 其实说退休是好听的啊 实际上他是被迫退休啊 就是说被赶走的啊 后来呢 到了1866年 这BC殖民地和那个温哥华岛殖民地 双殖民地决定合并啊 成立这个第二版的BC殖民地啊 当然合并的目的就是为了缩减行政开支啊 这是好事啊 可是这个对新西敏来说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因为这个新殖民地只有一个新首都啊 那就一个名额 那维多利亚和新西敏那给谁啊 投票啊 来这个新西敏是志在必得的 为什么 因为在1866年合并之前呢 这个新西敏呢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程度 还有这个人口数量上面呢 他都是妥妥的英属北美的西部第一大城市 结果呢 这投票结果 竟然是维多利亚赢了 13票对8票啊 坊间传闻说是 说选举的时候啊 这里面有猫腻啊 说是挺维多利亚为派呢 在里面耍了一些小手段啊 不过这个不重要啊 您可以自己查一下 但是我的观点呢 这个新西敏他之所以没有选上呢 其实还是因为新西敏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它的交通有点过于偏于内陆啊 而这个维多利亚当时是英国在北美西海岸殖民地啊 最重要的一个不动港 再加上维多利亚在地理位置上 它是位于北美49度县以南嘛 一个比较敏感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所以英国人呢 总怕美国人打主意啊 所以说他有点心虚啊 因此说需要强化一下维多利亚它的地位 所以说把首都放在维多利亚 其实是比较务实的啊 不过您别看这个新西敏他没有选上BC省的新首都 但是呢也无所谓啊 他的地位其实一直在啊 你看他在温哥华崛起之前呢 他一直是BC殖民地最大的城市啊 后来这个BC殖民地啊 他在1871年加入加拿大联邦 转身一变成了BC省啊 哎 为什么这么痛宽的就加入了呢 就是因为这个加拿大联邦啊 承诺要给BC修铁路 于是呢 又一个问题来了 谁将会成为将来的这个 这个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的西部终点站呢 哎 还得选举选举啊 哎 新西敏 维多利亚 穆滴港 三选一嘛 新西敏就想了 上次全首都我就输给了维多利亚 这次风水轮流转嘛 怎么也轮到我了 结果呢 这个新西敏和维多利亚啊 大部和二部啊 这哥俩是双双落选啊 倒霉催的 反而是边上那个小小的 名不见经传的穆迪港 在1879年被宣布为CPR的西部终点站呢 这个新西敏又郁闷了 我堂堂一个BC殖民地首都啊 堂堂一个BC最大的城市 怎么啥好事都没我的份呢 当然后来这个穆滴港也是白开心了一把 1884年的这个CPR终点站呢 最后确定是在温哥华 但是人家穆滴港好歹是中转站嘛 这叫什么呀 这叫温哥华吃肉 穆滴港喝汤嘛 这个新西敏就在边上看着难受 又开始喊了 我堂堂一个CPR就说 拉倒吧 堂堂堂堂你个毛线的 还让门人睡觉了 你到底要干嘛呀 这个新西敏就说了啊 我要什么你不知道啊 你看我最近混得这么惨 都吃不上饭了 你再看旁边这个小小的墓滴港 人家也能够 这么小的一个城市 人家都能混上一口汤喝呀 再看我 我堂堂一个CPR说 别堂堂啊 有话直说 我也想喝汤啊 这CPR说了 OK OK 你这熊孩子啊 我呢就给你口吃的啊 别闹了啊 于是呢 在这个1885年CPR全线完工之后的第二年 就是1886年CPR呢 给了新西敏一条支线 就这样呢 新西敏也成功的喝到了一口汤啊 当然了 其实这也不是CPR这个善心发作 给这个新西敏施舍一口粥喝 不是施舍啊 因为他确实也看到了 新西敏所在的这个Freder River这一带呢 有大量的农耕啊 这个农耕地 农产品比较多 他也需要铁路运输嘛 所以说 这才给了他一条支线呢 结果呢 这个新西敏呢 刚喝上口汤没多久啊 倒霉催他 1898年的9月10日的晚上11点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把这个新西敏几乎给烧了个干干净净啊 这场大火呢 被称为The Great Fire of New Westminster 你看 那个时候啊 这个人们的防火意识 它是非常的淡薄啊 加上西边这个林木特别多啊 这么一个地理特点 所以说火灾很容易发生 你看那个三年前嘛 就是在1886年的6月13日 这个温哥华不也是一样嘛 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把这个温哥华整个城市移为平地啊 你看 这才过了三年 又来一波 这次呢 就轮到这个新西敏了啊 而且新西敏跟当时刚起步的那个温哥华还不太一样 新西敏呢 他年头长 建筑多 布局又特别紧凑 人口也多 这一发生火灾 那更是不得了啊 迅速蔓延呢 所以说这把大火 就把这个新西敏基本上烧没了 尤其是他作为BC省的一个老首都啊 很多啊 穆迪当年亲自监督建造的非常迷人的那些老建筑呢 基本上都都给烧没了 所以说很可惜啊 好没样的一个前首都就变成了一个废都啊 而且他这把火是夜里烧起来的啊 因此这个人员伤亡也很大啊 事后评估呢 人员损失啊 财产损失啊 加起来一共大概是250万加币啊 这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当然钱只是一个方面了 实际上啊 这场大火烧毁的是人们的历史记忆 以及对这个城市的眷恋 所以说这场大火才是正式宣告了新西敏这个辉煌时代的终结 所以说最后这些烧毁的地方呢 也都慢慢的重建起来了 但是已经晚了啊 新西敏呢 他再也不是原来的新西敏了 原来住在这儿的人呢 也都慢慢的搬走了啊 搬家去了西边的文革华啊 于是在短短的十年之内 哎 新西敏他BC省内人口第一大城市的这个宝座呢 拱手让给了温哥华 从此呢 就再也起不来了啊 说到这儿呢 咱们还需要提起另外一件往事啊 什么呀 就是咱们华人呢 对这个新西敏的这个感情变迁呢 新西敏之所以被称为二部啊 这是说明当初这儿的华人是相当多的啊 这个新西敏当初他有一个唐人街啊 他的名字叫做二部唐人街 他是始建于1860年啊 后来在1880年扩展到很大的规模啊 在1898年大火发生之前呢 这个唐人街他是BC省内啊 仅次于维多利亚唐人街的第二大唐人街 大部唐人街 二部唐人街 结果呢 这场大火就把这个二部唐人街给彻底烧毁了 那大火之后呢 一部分华人就搬去了温哥华发展了 还有一部分打算留守在新西敏的华人们呢 就打算在火灾烧毁的这个唐人街的原址上面重建唐人街 合情合理是吧 但是这个新西敏市政府呢就是不让啊 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这加拿大的政治氛围它就是排华呀 你还记得吗 从1885年开始 加拿大政府不是制定了一个1885年中国移民法吗 就开始跟中国移民收那个人头税嘛 当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新西敏这边也是啊 反正就是各种礼物啊 对华人各种区别对待啊 各种打压 那唐人街肯定也不能让你重建了嘛 所以说后来只重建了一小部分啊 后来政府又来了 就说你们唐人街这些重建的建筑呢 不符合防火规定啊 拆 给我拆掉 于是呢 从1912年到1919年之间呢 叮叮当当的又全都给拆了 就这样呢 一个当年规模宏大的二部唐人街就这么没了啊 反正最后就是把华人都敢去温哥华了啊 因此说呀 大温当地的华人社区啊 和新西敏这个城市之间呢 它是有历史旧账的啊 直到现在了 其实还是有不少华人 一提到这个新西敏呢 就觉得这个城市呢 对华人不友好啊 你看 历史上次就曾经排华嘛 所以说你就明白了吧 为什么咱们华人呢 尤其是老一代移民呢 特别不喜欢这儿啊 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难怪说这个城市的房价一直上不去嘛 因为他得罪华人了呗 后来在这个2010年啊 新西敏当时的市长 Win Wright嘛 就代表市政府 对新西敏当年曾经发生过的歧视华人社区的行为呢 还向华社正式道歉 因此说 双方的这个梁子呢 就算是正式解开了 其实咱们华人也没那么小心眼了啊 也没必要说是总究这个历史旧账不放 是吧 要放眼未来嘛 所以说现在呢 也有很多华人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关注新西敏这个城市了啊 说到这儿呢 咱们就很有必要啊 分析一下现在新西敏这儿的房地产市场了啊 我给这块 我的总结啊 就是谨慎进入 潜力无穷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啊 虽说现在这个新西敏的房地产市场呢 它是大温地区的一个坑啊 但是也是个机会 它之所以是坑啊 因为前面我说过嘛 因为它得对了华人嘛 华人不捧场嘛 这房价就上不去 开玩笑呢 华人不捧场只是一方面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你比如说了 这个城市呢 它在它周边这个五个城市的包夹之中啊 在地盘上呢 它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因此说 这里的房子普遍来说就是很老旧啊 而且你看 而且现在它这个新西敏的房屋价格啊 虽说它是在大温地区垫底啊 但是房价的绝对数字其实也不算太低啊 换句话说呢 就是这个新西敏的房子呢 它的性价比太差了 而且这个新西敏这儿的城区的面积太小 它没有办法区分出好区和坏区啊 就是好坏都挤在一起 而且这个路啊 又窄 人又多 感觉乱糟糟的 车也不好开 不好停的 总有警察在罚款 而且你看这个新西敏它的这个经济支柱 它是工业和运输业 因此说有不少白人的蓝领呢 住在这块啊 据说有不少东欧人呢 东欧人 当然不是歧视了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我只是觉得这个东欧人呢 性格有点怎么说呢 说好听的呢 就是直爽率真啊 性格是直来直去啊 说不好听的呢 就是翻脸的比翻书还快啊 所以说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不太讲究啊 所以说给人感觉比较质朴啊 哎 正说没错吧 没毛病 政治正确嘛 因此说呢 以上我说的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这个新西敏的房价呢 就一直上不去啊 但是呢 我还说了钱力无穷这四个字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您呢 别只看现在 您还得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觉得这个新西敏呢 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大温地区的一个房价的增长点 我只是说可能啊 具体呢 您自己判断啊 我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了 有这么几点了 第一 它处于五大热点城市的包围地的中心区啊 人气超高啊 它的人口密度仅次于温哥华 而且它的交通很方便 四通八达嘛 你看光天车站它就有三个 而且这附近什么医院啊 商场啊 高等院校啊 娱乐场所啊 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应有尽有嘛 这样一个地段特点 那它现在的低房价是肯定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的啊 第二呢 这个地方的治安特别好 您看呢 这个是2020年麦克林杂志的危险城市排行榜 新西敏呢 它在大温地区可以说妥妥的说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啊 无论是CSI指数还是VCSI指数 就是那两个犯罪指数啊 它的得分都非常漂亮 尤其是VCSI啊 更是远远的低于加拿大的平均指数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在新西敏这里呢 建房成本比较低啊 新西敏是目前这个房地产商的热门投资地 为什么 因为你看目前在新西敏建房呢 每平方英尺的这个成本大概是225加币 而在温哥华这个数字的是300加币啊 所以说今后啊 这个新西敏这个城市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豪华的地产项目进驻这里啊 第四个原因就是新西敏的旅游潜力啊 您看呢 新西敏它的位置是在这个Fraser River的边上 据说在十年之内啊这个Fraser River这一带呢 将会被政府打造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河岸的观光带啊 当然我这也只是道听途说啊 我没有什么 我也没查证据啊 当然 而且只是一个十年的计划 最后能不能成还俩说呢 不过呢 我就觉得吧 这个新西敏这儿的房地产市场啊 还是很有投资潜力的啊 如果您要是兜里不差钱想投资的话呢 趁低买入坐等升值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不过还是要谨慎一些吧 选地段的时候呢 您悠着点啊 也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有投资的潜力啊 这个您就需要跟本地的地产经纪多聊一聊啊 看看哪块好啊 地产经纪们 在这儿放个业配多好啊 所以说我的节目呢 其实就是给您提供一个思路啊 别回头您听了我的话 把钱都投过来啊 到了了呢 投资失败啊 怪我 要揍我 看着我这个文弱小身板也不扛揍 再会 离这么远你也揍不着我呀 OK 今天呢 咱们的时间又到了啊 你看今天内容还是挺多的啊 又有历史知识 又有这个房地产的分析 所以说您听了之后 如果要是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啊 帮我点个赞呢 如果您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帮我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那就更好了 庄严呢 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啊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